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同大家看單是澳門所發生的騙案, 就說有兩個人,一男一女,開設了多間名稱與香港知名企業相似的離岸公司, 就有公司計劃上市,就以極高回報遊說至少30名澳門居民購買原始股, 在裏面詐騙4883萬港幣,而司警接到事主報案, 鎖定目標後分別在港珠澳大橋口岸及國際機場, 將兩個人捉到,估計至少還有兩個人在逃。 這個疑犯姓何,女性58歲澳門居民,報稱家庭主婦,另一個疑犯姓張,男性48歲, 香港居民報稱雙人,30名事主年齡27至68歲澳門居民, 當中16男14女,損失介乎4萬至298萬港幣, 司警其實在去年1月,已經陸續收到30名澳門居民報案, 就說在朋友介紹下,2017至2021年3月期間, 先後被王朝區某個投資公司遊說, 就投資準備上市的香港某個知名舞台公司的原始股。 而姓張疑犯曾經多次進行一個視像講解, 對方承諾成功上市就可以得到2-3倍利潤, 公司就算無法上市都會歸還半金, 而每一個投資人入戶每半年即刻就可以得到一個開門紅。 他強調整件事是保本和零風險, 在高額回報的吸引下, 這些人個個都準備投資, 但只有小部分市主收到1千至2萬港幣報酬, 他們投資後先後被騙徒用不同藉口、遊說, 用相同條件轉買其他公司原始股去到2021年12月, 事主發言金管局發出聲明說, 這個涉案金融公司未獲得許可從事證券買賣等活動, 而這個涉案公司亦都關閉了, 講到這裏我大概都知道是哪一間公司來的, 他們是香港人過來開的, 然後那時我記得是好似找了好多人做腳不停去銷售人, 而這些受害人就一齊向這間公司的負責人追討, 對方以投資合約未到期, 和要等香港公司回覆這些藉口做拖延, 但去到合約期滿仍然未能收回本金, 部分受害人追不到就向香港公司追, 但香港公司就跟他說這件事跟他們無關, 同時亦未有上市計劃, 他們懷疑被騙向司警報案, 而司警接手調查後發現兩個疑犯曾經在海外開很多間離案公司, 而相關公司亦都跟多間香港知名企業名稱相似, 懷疑有人在混淆視聽, 加上有一個很豐厚的利潤吸引市民投資, 去到今個月十七和二十八號, 司警就捉到這兩個疑犯。 調查期間這兩個人就否認作案, 姓何的疑犯就說受到香港舞台公司另一個股東指示, 管理澳門投資公司, 而涉案張某表示未同涉案公司是有合作的, 即是說如果照他這樣說, 不就是一個家庭主婦就可以搞掂全部東西? 你信不信?我不信咯。 而根據調查所得, 相關款項已經傳入疑犯和在逃人士名下的銀行戶口, 現在司警就將這件事通報給香港警方, 就會對這件案件繼續調查追查在逃人士的下落, 呼籲未報案的受害人盡快報警。 這個事件當時其實這間公司我是有朋友想介紹我認識的, 就講到上市呀,說原始股呀, 講到些事好像很專業似的, 但其實有很多事我一聽是覺得好奇怪的, 因為首先我知道他在澳門應該是沒有牌照的, 所以我就免得去見了, 這些人認識不認識都沒所謂的, 認識完又是麻煩的嘛, 但想不到原來他們是把整件事包裝在一個騙局, 就這樣就騙了幾千萬呀。 而當時我記得, 那群腳即是那群幫他sell東西的人其實都幾搞笑的, 就上朋友圈那裏就鋪了些相片呀, 影片呀又說賺錢呀, 又說原始股又說上市呀, 到最後呢, 原來所有東西都是一個騙局呀, 現在看回都真是一個笑話。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, 下面留個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